Come and fly away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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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ric 今次我和Man又去旅行 今次我們會去台北 最主要沒什麼特別的地方去 都是去吃玩睡 去到台北再和大家見面 這間酒店叫大師雙女 和正式的酒店有一點點分別 它在商業大廈 先開燈 找不到燈仔 首先 眼督師姐 OK 好 這間房間一眼看光 OK的 其實因為地點 它正在車站上蓋 你只能夠滴水不沾 去Check in 再加上房 我好像沒有記錯過三次了 價錢方面 對比附近台北車站的酒店 是便宜一大折的 房間的質素也不錯 廁所方面 都是平常的 就是坐廁 一個淋浴的空間 我覺得 最好的地方 都是交通很方便 如果你有事 即是在台北玩的話 有興趣可以選一下 這間大師商 我們酒店的介紹到這裡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待會再見 我們今次吃這間叫 金子半之座 北火車站 上面的商場 什麼微風商場二樓 這間店主要都是吃天婦羅為主 現在後面整條龍在這裡 太好了 這個天婦羅的套餐終於來了 哇 這個超厲害 我們現在和大家逐樣看看有什麼 首先有 蝦兩隻 然後這個是 天婦羅海苔 類似紫菜 天婦羅斗 這個應該是天婦羅的魚 魚來的 魚肉 天婦羅蛋 類似半山熟的流心蛋 後面還有天婦羅鰻魚 半山熟 外面炸了 裡面還是流心的 好 剛剛吃完了 這個金子半之座 我覺得是好吃的 如果分來講 我猜大概是七分 因為它好吃得來 但又不會說 真的超級特別 都是天婦羅的一間 但我覺得都OK 價錢 中等 不算太貴 有興趣 走開來這個台北火車站 可以上來試一下 好 我們再吃其他東西 待會見 台北車站 這間叫做包裹的店 吃三文字 我們點了一個 這個叫做 肉蛋起司瀑布三文字 肉蛋這些東西都適合我 事不宜遲 我們先試吃 看看好不好吃 但真的很不г 這樣吃 蛋它很好 但肉質的 比較薄 比較薄 如果不喜歡生辣 如果放ź很多 多麵 它會 острável 現在就已經很好吃了 整體是 應該是 7.5分 這是每四分 但 但是我覺得真的也是那一句 芝士和肉再多一點會好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價錢加 我們下次試一下 好 那我們等我吃完先 那Man再繼續拍一會 緊緊啦 好啦 本來我們在等著入這個創意玩具展 我和Man為了趕來 連早餐都沒吃 所以決定先吃個早餐 那我們就進去 其中一間叫Daylite的餐廳 我和Man點了兩個 一模一樣的 從餐來到才發現原來是很大的 除了有三文魚蛋 還有一些水果 乳酪 熱情果 火龍果 所以是一個很豐富的早餐 跟香港吃一個Brunsch差不多 都要接近100元左右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櫻柳蘭園 吃這個拉麵 順帶一提 它那個拉麵機 只是收100元台幣 它不用1000元那些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多些100元 就方便一點 不然你要和店的老闆唱 才能進入那個拉麵機 好 店內大概有10個位置 比起總店那間 我覺得已經稍微再大一點 總店那間好像只有6個位置 是6、7個位置 店內基本上是自費的 它是針水等自己做的 另外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些 老了的溫泉蛋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想再加的話 你可以自己入30元台幣 自己拿就可以了 炸燒的份量是十分之多的 這個清湯欄面 特別是它另外還有一塊 但是比較大一點 還有厚身一點的叉燒 這個就是一個溫泉蛋 但是另外一個是沒有溫泉蛋的 當然你可以自己另外加錢 再拿一個溫泉蛋 也可以 這個叉燒很嫩吧 這個叉燒很嫩吧 我十分之推介大家 未來吃過的一定要試一下 它的份量和味道都十分之好 和足夠 如果你是覺得麵不夠 那些菜太多的話 你可以額外再加錢 點多麵 我看到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而且除了麵之外 這裏都有一個叉燒飯也很好吃 經常都會有一點 記得來試一下 如果你說這個來說 我基本上都應該給到九分 這兩碗麵其實平均是300元台幣 好 有興趣的記得來試一下 我們吃完再見 這次的短片就先到這裡 是不是不夠皮呢 不夠皮不要緊 等Man剪完 我們會盡快Post 其他關於台幣的短片給大家看 喜歡的記得按一個Like Subscrib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下次見 拜拜